欢迎回到书房里的12堂课 我是永昕 上一段燕玲跟我们分享了一些 她成长的历程 以及初期到春水堂工作的经历 那这一段我们想要跟你了解一下 就是中后期你进入春水堂工作之后的一些相关的历程 这里说到你工作一年半之后就到了国外进修 当时有没有出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还是有怎么样让你对春水堂这个品牌的发展跟看法 有一些转变呢 我觉得在国外的时候 在国内大家可能都还了解春水堂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可是我觉得到国外还蛮刺激的 就到一旦到了出国之后 你突然之间就变成nobody了 没有人知道春水堂 更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念的地区稍微比较中部一点点 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是bubble tea 所以他们说 我讲到我们家是做bubble tea的时候 他们还说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回到一个都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刺激对我来说是蛮大的 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 因为公司内部也都还是会有人帮忙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时候可能我觉得我自己检讨 然后我觉得以前出国之前其实是有点白木的小孩子 但是出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就是你回到你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证明你自己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从出国之后让我对做很多事情都变得更独立 然后你回去思考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因果在哪里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你从国外看回去 我在google上面搜寻春水堂 所以我真的找不到我家在干嘛的 春水堂就是用英文用中文翻 用中文会看到另外一个可怕的结果 然后用就是我们的搜寻 我们的搜寻是大概是中下段 搜寻引擎上面是第一页的下面 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还跑到第二页 那用春水堂的英文来搜 当然是更看不到我们的轨迹 所以我就觉得 尤其是当我非常想念家里的事情 我很想要知道最近的春水堂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从网路上看得到的时候吗 的是不是可以从网路上看到我们自己家里的新闻的时候 其实是你会发现它在国际里面 它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所以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件事情 你以为自己在国内四个咖 但是你可能在国际上面 你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所以那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对后来 就是在品牌上面在行销上面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所以我自己念的虽然是人力资源的科系 所以理应回来我应该就很认真的投入教育训练 可是就因为我在国外看到 我们在就是媒体还有在国际的声量上面 其实都非常的微弱 所以那时候选的是 我觉得应该要先做行销这件事情 不过这跟我父亲的个性一直非常的冲突 他从以前就非常的不喜欢媒体的报导 媒体的采访 所以我即使到现在 其实他都还是很抗拒 很抗拒 能不要就不要这样 都要好说歹说 然后或者是不停地说服他 才稍微愿意可以接受一些 比如说曝光采访等等 所以我们常在这件事情上面会有很多的争执 那当初你一开始想要在做品牌的行销这一块 可能也会跟原本的一些老员工 或者是原来的团队 可能他们也会有一些想法上的冲突 那时候你是如何说服他们的 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因为他们直接就打一句说 你跟我说做行销可以赚多少钱 营收可以成长几%你告诉我 我说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 但是这是必要做的事情 你不做一定会后悔 那你后来是怎么带动 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 就还好 还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部门 那时候部门大概没有几个人 大概两三个人 就大概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规模 在开始进行品牌行销的这些规划 当然初步在做的时候 其实也都还没有这么成熟 那慢慢的慢慢的把很多的设计做一个统整 然后我们的CI 色系 然后我们的这些识别的元素等等 再去重新做一个规划 因为以前我们的 以前的设计都很漂亮 可是它比较少一致性 那我觉得一致性这件事情 对我们品牌的调性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正 对 因为你在出国进修之前 其实你是做一线人员做外场的服务 那你从一线人员做到了主管的阶级的位置 你有做什么样心理上面的调整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一线人员或者是主管 我觉得只是我们负责的内容不一样而已 例如说我觉得当主管的职责 就是让我们的员工可以专心的做好他该做的事情 那我要帮他要到的是不同的资源 然后确定他在负责的范围之内 他可以把他做到最好 那还有帮他挡掉一些不必要的障碍等等 所以我觉得只是说大家各司其职做不同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能力跟不同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他都是一份他都是工作 所以我觉得对于尤其是现场的员工 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辛苦 我自己站了八九个小时或是十个小时之后 回家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持续站立 所以我觉得现场的这些劳力的付出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根本 对像一线的人员其实流动率都很高 那你们是如何就是保住这些人才 我觉得工作里面除了当然除了赚钱之外 也需要有一些乐趣或者是要有 就是气氛很重要 因为我访问过现场很多员工 说除了加薪之外 那你还有希望有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 让你愿意留在这边工作的 那大部分的回答我都是 我觉得工作的团队很重要 然后工作的气氛很重要 希望是上班是开心的 希望工作的氛围不要压力特别的大 所以我们在做工作规划的时候 其实都会很注意员工他们 例如说有没有感觉到学习 例如说他们可不可以上课 然后跟同人的气氛或是就是可以让他们有一些额外的娱乐 那我觉得他们也很重视自己能不能够被看见 因为我以前在当现场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做一些小东西 就希望可以帮助店里面一些做一些什么事情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以前会做一些小标牌 我们以前的现场是有sample的 就像现在摆在桌上 可能例如说会有一些小的样品 然后我当柜台的时候就是会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只有放样品上面都没有名字 所以我就自己就做了那个小标牌 可爱的小标牌 然后插在上面就是让客人可以一目了然 那我就觉得哇就是很开心可以为店里面做上一些事情 所以后来我可以理解到我们的员工其实如果他是真心喜欢这一份工作的话 如果能够为公司做一点事情而且被看见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有很大的鼓舞的效用 所以我们也很喜欢从现场去收集一些意见跟想法 像说到了就是一些新创新的一些甜点茶食 或者是要把台湾的东西品牌行销到国际这一部分 你们最一开始是选择了要投入日本的市场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才选日本的市场 我们每年都会去日本 就是京都五月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个监察大会 那我们经常会去这边去学习啊 然后去观摩他们这个监察大会上面的摆饰啊 他们的仪式等等 因为这是保留最好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对日本来说 日本应该说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那他也很喜欢这个茶的文化 所以我们就有心里面当然是有偷偷的希望说可以在日本有一个 春水糖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其实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机缘 那刚好在东京有一个有一位我们目前的合作伙伴 他在我们店里面喝到了梦想 他所谓的改变人生的一杯茶 就是他喝了墨香珍珠奶茶 他觉得惊为天人怎么会这么好喝 然后于是呢他每次来台湾出差的时候 他就花了时间特别花了时间 把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喝过一轮 那后来就很慎重的提出了一个合作的一个企划 那也互相双方评估了很久之后 我们才试验性的在东京开出 东京的代官山开出我们第一间店 但我们其实也也很害怕 不晓得会不会成功 但现在应该是很成功的在日本发展了 发展的还还不错 那在对于说就是中式的这些茶店 跟这些珍珠奶茶进到日本 其实他们的竞争对象是那些 日本非常精致的蛋糕跟甜点 在口味上或者在什么样的策略上面 有做一些调试呢 日本人他们喜欢稍微清淡一点的口感 那还有很多在物料的选择上面 我们也有配合当地化 例如说培茶 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产品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产品 我反而是在日本这边先做一些尝试 所以在日本那时候我们做了很多 限定口味的商品 例如说抹茶啊 培茶啊 然后还有西瓜奶茶 草莓奶茶 西瓜奶茶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西瓜奶茶是什么一个口味啊 在台湾应该看不到这种口味的奶茶 因为西瓜对于日本人来说它是一个 所有的夏季水果对于日本人来说都是很稀少的 所以包含什么百香果这一类都是非常高级的水果 所以他们的西瓜其实很少 没有很多 甚至要变成汁 我们就觉得哇那是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门槛了吧 那当然我第一次 我们每一年都要讨论说我们今年要开发什么新商品 所以当我的伙伴提到说我们想要做西瓜奶茶的时候 我下巴都快掉了下 我说蛤 西瓜奶茶 西瓜是我们直接喝西瓜之类 感觉西瓜奶茶就是 搭不上的感觉 对啊 要怎么把它做出有春水糖的感觉有茶的味道 然后又有西瓜的这个特色风味 对我们来说也是蛮考验的 那那时候后来是怎么样克服的 就多多尝试啊 其实也尝试了很多 大概我每次在做这个产品测试的时候 都会喝了不下100杯的茶吧 就是你会去慢慢去调整调整 每一次在做调整 然后再找到一个觉得还不错的口味 不过我觉得我个人比较自豪 我们个人比较 我们团队认为很成功的几个案例 大概就是草莓奶茶 草莓珍珠奶茶 所以后来台湾也开始卖草莓珍珠奶茶了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百香果 开心果 开心果 珍珠奶茶 其实我觉得那个也很棒也很好喝 就让我想到意大利的那个 他们有个开心果的那个冰淇淋 其实它 我就是大概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去做产品的一个测试跟开发 那那时候其实风品也还不错 所以你其实是去到了 就是你很喜欢旅游 所以你去到各地 你可能会学习他们饮食的文化 像意大利你就吃到那个 Gelato是开心果口味 你就觉得这个浓郁的口感 适合融入奶茶 其实我觉得甜点有很多的概念 它跟茶饮是非常雷同的 那会从不同的甜点 或是不同的饮食里面去 其实我觉得它就跟做菜一样 A加B B加C 然后或者是A加B加C 它搭起来会是一个最合适 最平衡的一个味道 只是你要不嫌麻烦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调饮料越简单越好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杯 很好喝的饮料 其实它步骤会蛮多的 然后要很多的层次啊 风味上面的考量 对就像做菜一样 它就是有时候 就是要这么复杂 那就是你爸爸在看 你做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口味的时候 他有没有刚开始有点排斥 就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西瓜奶茶 其实我要跟他讲的时候 我都有点害怕 就会有点害羞 然后他有时候就觉得说 你在乱搞 但没关系 我觉得他也是个很开明的人 就说好啊 你就试试看 反正市场会给你最严格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其实 把它放在市场上面 直接经历一些 大家对它的这个评价之后 其实也很能够理解 为什么有些商品会 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大卖 但有些不会 有时候就是跟大家的口味啊 这个整个市场的接受度 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在你开始进入经营团队之后 其实春水糖也有了很多 不一样的新的尝试跟改变 那现在在你心目中 春水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 我们一直很想把它变成一个 茶生活文化的品牌 所以大家讲到春水糖的时候 都会想到 当然就想到珍珠奶茶 想到功夫面 可是我觉得隐藏在后面的 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 透过这一杯茶来去带出后面的 对于这杯茶的心情 这杯茶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品牌 最想要带给大家的 例如说一份安心的感觉 一份幸福的感觉 这才是春水糖 想要带给大家最终的一个目的 那你期许五年后 十年后春水糖会长什么样子呢 五年后 十年后 它在台湾持续的会再发展 那我们在海外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味 带到全世界 好 我们谢谢燕玲跟我们分享很多 经营上面的一些小故事 那我们稍作休息 等一下再来看女性企业家 在企业里面的执行与感性 那么就会把 уд战软家的发展 你有什么 example 感谢观看